在地新聞 讓來鄉親人繼續來看 今天是政總統中京國 過身三十五十年的紀念日 中京國的孫子 也就是台北市長久萬安 一早六點多 就到逃逢代替來拜阿公 這是我這個孫子 想阿公有在切勾施 另外 久萬安做台北市長第一點的春聯 是誰說 土來 萬安 能看到外界的批評 說這個官場 土腳趁的文化就出現了 聽說秋萬安已經須底下 提起到市府的國局處 未來 不能夠用市長的名字來做文宣 要競爭這種普普普普普普的文化 發生在台北市政府 究竟少年 又說 情報警告在在情報的地方 就看到台北市長秋萬安 暗暗地用真照片來切勾施 今天早上六點多 九萬安來到台北 台北市長 因為這個時候 政總統中京國 歸行三十五十年的紀念日 在八點 趁市長 中城市 沒有被政總統蔓英九來調臨 中京國 國民黨主席主立論 沒有來到月亮 今天特別對金國先生表達最高的敬意跟懷念 我們國民黨就是堅持走講金國的路線 金國先生的路線就是最愛臺灣 今晚會坐著自己來 也點燒二十五分鐘 這也是當孫子長之後 第一次來到祝賀看中京國 不過很多天才叫王世間 靠世公 名字叫拿來 嚇著村人 真有唱歌 市長王世堅說要在市府大廳幫你立通 像你怎麼看 謝謝 謝謝 那村人上叫班中現場 也是台北萬安 對這次來自 今晚安數在下 已經交代局處 不要再用他的名字來打廣告 除了年來的天天都萬安警報嗎 天啊 他是不是讓人民 一想起萬安警報 大家不是圖徵緊張困擾而已嗎 因為東國官場普派的文化 又一次出現 政治專門應該做好自己的工作 在這裡打酒精就發生正義 像萬安的政治資料 這樣會真順利 我們就要繼續看下去 華視新聞YouTube頻道 歡迎按讚 訂閱 開啟小鈴鐺 最新 最及時的資訊要提供給你